本節目是遊客製畫帽子專家鋼鐵秀贊助播出 哈囉大家好我是橘肉 我有時候蠻羨慕現在的小朋友 因為他們一出生就活在網路高速化的時代 一隻智慧型手機就可以打天下 但其實每個世代都有專屬的美好回憶 所以我決定要跟各位來分享一下 在20年前那個不方便的年代 到底有哪些有趣的回憶呢 我記得我家裡有裝網路的時候 大概是1998年的時候吧 我記不太起來 但我記得那個時候我還在念國中 電腦的作業系統是用Win95 而且那時候網路真的是超級慢 也沒幾個電腦遊戲可以玩 至於當時的網路有多慢呢 大概就是那種 你想看一張圖片然後點進去 點完之後去廁所尿個尿 然後慢慢走回電腦前 發現圖片已經開啟了三分之二 心裡面會感到很開心的那種 當時的網路是跟家用電話共用同一條線路的 上網前還必須要透過數據機來撥號 而且收費還不便宜 所以當你正在下載東西的時候 如果家裡的電話忽然響起 你真的會情不自禁罵出三字經 因為網路會被切斷 這代表你又要重新花上半個小時 去下載一個10Mate的軟體 那個時候想要下載東西之前 還要先打電話給可能會打給我的朋友 跟他們說接下來兩個小時之內 千萬別打給我 但是常常朋友電話一接起來馬上聽到 暗陰陽勒你還有網路斷掉了啦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無聊到 會因為知道朋友現在正在上網 然後幾個同學就開始故意 每隔五分鐘輪流打電話到你家裡 更慘的是當時的家用電話 大部分都是沒有顯示號碼的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誰整你 現在回想起來還蠻幼稚啊 但這就是當年國中生屁孩會做的事情 上了高中之後網路就慢慢改良 不再侷限於一定要共用電話線路 當時有分吃Cable的還有ADSL的 速度也比以前快上很多 我記得下載一首MP3 好像只需要5到10分鐘吧 在那個年代算很快的 不過再怎麼快也比不上當時的網咖 號稱每秒可下載1.5Mate 那個時候班上比較皮的那幾個學生 放學後都會跑去網咖 而且你衝的速度還要夠快 那不然一下就課滿了 所以我們幾個同學還要輪流去翹最後一節課 就只是為了要去網咖幫同學佔位子 而且我是最無辜的那個 因為我們那群同學裡面 只有我一個人沒有在玩線上的遊戲 那個時候網咖最紅的兩個遊戲 CS和天堂我都沒有玩 會翹哥幫同學佔位子這個舉動 純粹只是為了彼此的友情 真的就是那麼偉大 所以後來我就開始自己在網路上找樂子 結果還真的被我找到了 這個神奇的東西就叫做聊天室 雖然當時已經有 雅虎即時通啊 MSN還是ICQ之類的通訊軟體 感覺有點類似像現在的LINE或是微信那樣 不過以上這些都有對方的ID 才能去加好友跟別人聊天 而聊天室完全就是另外一個等級 嚴格講起來應該可以算是陌生交友軟體的始祖吧 那時候要進聊天室還要靠運氣 因為每個房間都有人數限制 只能容納100個人 而最糟糕的就是他沒有性別的限制 所以當時還蠻常會發生 一個房間有95個男生 然後只有5個女生的情況 別忘了當時的聊天室 你是沒有照片可以看的 你最多只能看到對方的暱稱年齡和居住地 男生會用藍色來顯示 女生只會用粉紅色來顯示 比如說像我的暱稱就會顯示 橘落35台北 而且更靠北的是這些都是可以隨意更改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在聊天室裡惹一個女生不開心 我只要跳出房間改一個暱稱再跳回去 對方根本就不會知道我是同一個人 或者說我明明已經30幾歲了 我也可以把自己變成20幾歲 甚至還有很多未成年的國高中生 會假裝自己已經18歲了 至於居住地的話 如果在你進入聊天室前 沒有選擇的話 一律通通會顯示台北 年齡沒選擇的話可能會變成0歲 所以當時才會流行一句話 安安幾歲住哪 沒有接觸過聊天室的人可能會覺得 阿不就跟現在的家有軟體一樣嗎 我跟你說我差別可大了 首先你要想想 整個聊天室只有5個女生在線上 而同時有95個豬哥都想去追 也就是說你的每一個對話 都只有1%的機率可以讓對方看到 而且那個對話的螢幕 是不會固定的 只要有新的留言 就會自動把舊的留言往上刷 舉例來說呢 男生的螢幕會顯示出這樣的畫面 而女生的螢幕 則會顯示出這種亂七八糟的畫面 女生頂多只能把他不喜歡的人 給線上封鎖就這樣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現在大概30到40歲左右的女生 每個看出都超快的 當時在聊天室不知道造就了多少個速度高手 所以對男生來說 你必須要至少擁有兩項技能 才能夠在聊天室裡生存 第一個就是口才和聊天技巧 你打出的每一句話 都要能夠讓女生感到興趣 這樣他們才會想繼續跟你聊 基本上最好的做法就是 盡早要到女生的ID 然後兩個人就可以專心的 用通訊軟體來聊天 不受外列的干擾 之前都有觀眾跟我說 感覺你蠻會把妹的欸 怪不得你才20幾歲就結婚了 這個我要跟各位解釋一下 我真的是被聊天室害的 第二個就是打字要快 就算女生對你的聊天內容感到興趣 她也沒有那個耐心 看你每兩分鐘才打出一行字 你的機會很快就會被其他人給搶走 在我還沒接觸聊天室之前 我是所謂的兩指專家 永遠都是用兩個食指在敲鍵盤 而且眼睛還要盯著螢幕看 不過自從愛上聊天室之後 沒有唬爛各位 我當時用舊版的注音輸入法 一分鐘可以打到70個字 現在用新注音已經可以接近破百了 所以誰說當男人被小頭控制住時 就一定沒好事情 小頭也是有努力奮發向上的好嗎 當我的同學都在沉迷於線上遊戲的時候 我已經在聊天室裡失戀過上百次 從各種苦難折磨和精神虐待當中 慢慢的學習並且成長 當我的同學都還在玩泥巴的時候 我已經在玩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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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我們都會先在網路上講好自己會穿什麼顏色的衣服和褲子 這樣比較好認出對方 而我的習慣是跟對方約在火車站或是百貨公司的門口 為什麼呢? 因為那邊進出的人比較多 就算你在那邊走來走去也不太容易被人家發現你在等人 還可以順便觀察對方是不是你的菜 如果對方有中上等級的話 不用懷疑馬上跟他表明身份 如果對方的身材和長相很普通 那就要看當天心情 但如果對方真的和你想像的差太多了 雖然有點過分啦 但我真的會放對方鴿子 不過這樣做也是會有報應的 因為我也曾經被三位女網友放過鴿子 很公平 剛開始玩聊天室的那前兩個月 因為聊天技巧很差再加上打字很慢 所以我沒約到半個女生出來過 心裡真的很挫敗 但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會輕易放棄的人 我相信從哪裡跌倒就要從哪裡站起來 所以後來我用了各種方法去改善這兩個缺失 包含買了好幾本戀愛心理學的書 或是直接問班上女同學的想法 我還把報紙放在電腦螢幕旁邊練習打字速度 還強迫自己每天最少要打一整夜 最後黃天不復苦心人 我終於約到了第一個女生出來 自信心整個大增 之後也開始越來越順利 全盛時期沒有誇張 平均大概一個禮拜至少可以約到一個女生出來見面 也因為雙方早已經在網路上聊了好幾個小時的天 所以見面只要確認對方身份後 99%的結局都是直接帶回家的 那個年代會上聊天室的女生真的一點都不單純 不過那時候我也發現一件很好玩的事 就是十個女生裡面有七個 其實長得都還蠻好看的 雖然那種頂級的美女真的很少出現 但至少都有中上程度 而另外三個可能就稍微肉了一點 那不然就是長得真的很抱歉的那種 而且更有趣的是我發現那些會用網路聊天室跟你聊天 見面後可以帶回家的女生幾乎都不是屬於妖艷型的 而是看起來很可愛的那種乖乖牌 完全顛覆我的想像 那一陣子害我常常嚴重懷疑 班上那些文靜不說話的女生 會不會私底下也常常去網路找樂子 但是我沒有問 因為問了他們一定也會否認 一般來說玩聊天室的流程 不外乎就是先聊天啊 要到通訊軟體的ID 約見面然後帶回家 有一種很自私化的感覺 所以我對大部分那些女網友其實都沒什麼印象了 但是也有幾個女網友的行為 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 跟各位來分享一下 大家都知道女生是屬於比較感性的生物 會想要透過聊天來多認識對方 但有一次我才剛要到對方ID 我本來想說看這次能不能在一個小時之內就約對方出來 結果對方才剛上線 第一句話就跟我說 我家住在某某某某 你大概多久會到可不可以快一點 我聽到真的當場傻眼 那時候年輕真的也沒想那麼多 衣服褲子穿了就直接殺去他家 到現場後 他說他爸媽都出國了 我那天原本是想要上網打獵的 結果辦完之後我才發現 原來那天我只是一頭獵物 他一次很巧我跟對方約在火車站前面 正當我看到約好的女網友時 突然跑到一個超可愛的女生到我面前 問我是不是叫金剛 然後我心裡面想 誰誰是金剛啊 本來想否認的 可是對方剛好是我的菜 所以我就將錯就錯就把他騎車載回家了 不過當時有點良心發現 所以在半路上我就坦誠跟他說 其實我不是金剛 結果他竟然跟我說沒關係 因為他也覺得我的身材和長相 跟金剛所形容的不太一樣 他本來想中毒下車的 但是因為我很誠實 反而讓他對我有好的印象 而原本約好的那個女網友呢 我就只能祝福他 跟那個叫金剛的能夠順利見面 他一次也蠻好玩的 因為我跟對方都只是高中生 身上都沒有什麼錢 可是兩個人又聊天聊得超開心 從原本用網路後來聊到用手機 所以真的很想跟對方約出來 可是他住的地方離我家 騎摩托車要騎一個多小時 而且那個時候已經半夜兩點 什麼火車公車都沒了 重點是因為他爸媽都在家 所以我接到他後 還要再騎回來我家 他也怕我那麼晚騎摩托車很危險 所以我們雙方後來達成共識 由他搭借車過來 來我家的錢他出 回他家的錢我出 光是單趟就要一千兩百塊台幣 不過後來他還真的來了 也玩得滿愉快的 結果要送他回家的時候 我忽然整個大男人主義並發作 直接拿兩千四百塊給他 他原本還打死不收 但是在我個人的堅持和要求之下 他還是收下來了 那時候我記得天都已經亮了 看到他上計程車跟我道別之後 我心裡面第一個想法就是 如果早知道今天要花兩千四百塊 那我不如叫一個不是更快嗎 還不用把自己搞到整晚沒睡 我待會還要去上課 所以我要講的這個更扯 都已經帶回家了 他竟然才跟我說其實他沒有任何經驗 只是因為常常被同學嘲笑 所以決定鼓起勇氣上網 我原本還不相信 可是後來仔細觀察他的神態 語氣和動作 我發現他真的沒有騙我 我那時候心裡就在想 我堂堂一個蒟若 怎麼能夠趁人之為呢 何況第一次代表著愛與責任 而這兩種我都沒有辦法給對方 不行不行 可是我又好想喔 不行不行 可是我好想喔 當時心裡彷彿好像有天使跟魔鬼 同時在進行激烈的戰鬥 不過後來在我強烈的正義感 與崇高的道德之下呢 魔鬼還是打贏了 最後我要跟各位說 其實我真的蠻懷念當時那個沒有心機又充滿純真的年代 人與人之間彼此是互相信任的 也因為網路不發達的關係 所以查資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但相對的 好不容易才查到的東西 人反而會特別去珍惜 在我們使用現在這些高科技產品的同時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好好珍惜 你現在所擁有的 莫忘初衷 啊不 莫忘初衷啦 配色的客人就上到這邊 我是橘柚 謝謝收看 想瞭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舉個碎碎唸 我們下次 見